有一种神奇的生物,经过亿万年的进化,它没有牙齿,没有胃。 说它是鸟类,它却不会飞翔,说它是禽类,它却是母乳喂养长大。 说它是哺乳动物,它又是卵生。 更神奇的是它的生殖孔和排气孔是同一个,它就是传说中的鸭嘴兽。 它最早出现在2500万年前,是现存的古老哺乳动物。 它有着形似水塔的身子,却长着鸭子的嘴巴和脚掌。 外貌特征非常的奇怪,初次发现这种物种,一度还有科学家认为它是人类的恶作剧。 装上去的,鸭嘴兽又是一种充满神秘感的动物。 它被科学界认定为未完全进化的动物,说明它本应该需要继续进化,但鸭嘴兽却又早已停止进化了。 它们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来适应自然的变化,却一直停留在过度的阶段,既不进化也不退化。 这一现象至今仍然困扰着科学家们,它的嘴型似鸭子便因此得名鸭嘴兽。 但科学界对这个名字也是一直争论不休。 鸭嘴兽的魅力不仅仅是因为它奇怪的长相,在陆地上时,它会把脚谱缩回去,就像鸭子的脚掌一样,可以自由地在陆地上行走。 它的爪子非常锋利,可以为自己在水边轻松打出一个超过50厘米深的洞穴,而用时仅仅需要十几分钟。 对于人类来说,在水里游泳最怕耳朵或者是眼睛进水了,但对鸭嘴兽来说,这都不是问题。 在水中的时候,褶皱的皮肤会把它的眼睛和耳朵遮得严严实实。 它的嘴虽然长得像鸭嘴,但可比鸭嘴厉害多了。 它最里面有一层黑色的角质层,能够凭借它来感受其他动物身体里的电场变化,借此来捕捉深藏在淤泥里的小鱼、小虾、贝类等。 成年鸭嘴兽是没有牙齿的,它们会把食物吃进嘴之后,把食物磨碎。 而刚出生的幼年鸭嘴兽是有牙的,它们依靠锋利的牙,让它们破壳而出,但随后牙齿会脱落,接着又会长出大概十几颗牙齿,随后又脱落,然后长出一层角质垫,并把它当作进食的工具。 鸭嘴兽的扁平的尾巴,就像船桨一样,是其整个体长的三分之一左右。 但你别以为这个尾巴只会用来游泳,其实它还可以铲土气墙,能把土铲起来,说明它尾巴的力气也着实不小。 鸭嘴兽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,它是单孔木动物,什么是单孔生物呢? 通俗点说就是粪便和尿液,还有生娃都是在一个地方,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,能不多长就不多长。 还有令人称奇的是,雄性的鸭嘴兽脚后根处有着一对中空的毒刺,可以用这个毒刺来对任何对它有威胁的敌人进行攻击,里面充满了毒液。 科学家研究发现,里面包含了83种不同的毒素,但只有三种是鸭嘴兽特有的毒素,其余毒素在其他动物身上都能找得到。 这种毒液能轻易地杀死小型的动物,如果人被刺到,刺伤的地方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刺痛感,就像被数百只黄蜂折了一样会感到剧痛。 更神奇的是,这种毒液会极大的增加人类对疼痛的敏感度,导致此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都一直保持比较高的疼痛敏感度。 就算是被人开玩笑地轻轻拍打,也会感觉像被子弹打中一样,非常的痛苦。 因此,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鸭嘴兽,可不要因为它长相软猛可爱,就轻易地去招惹它。 虽然历经了亿万年,即没有灭绝,也没有多少进化,始终在过度阶段徘徊,充满了神秘感。 我记得黄家居似乎还专门为这个小可爱写过这么一首歌。